抓重點 抓真相 歡迎收看 歡迎把抓 我是張老和 四個關鍵字 帶你抓住天下事 加隆文燦卷 IMB 喊告了 喬人士 贈書 稱兄道弟 這一層的特殊關係 喊告能夠化解疑慮嗎 賴飛河鬆動打臉菜 2025飛河家園真能達成嗎 繼童子賢後賴清的鬆口了 這是承認能源政策失敗嗎 信賴危機大分裂 徵招人選後被連數說清楚 賴黃的獨裁基層是氣得牙癢癢 喉拆彈專家拼團結 情義之旅開跑 南下見的王金平周點論 透過這一層關係 能讓郭董回心轉意嗎 現在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明顯 大家好 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陳偉潔 大家好 民眾黨副秘書長許甫 正好 大家晚安 直線媒體人王時期 大家好 好 IMB的事件結束了嗎 恐怕不是喔 這個成歐破壞只是一個影子 沒想要一抓下去 哇綠營的大咖政治明星 全部被揪了出來 那我們來看到 這個真的是燒進了民進黨的高層嗎 這是聯合報的報導 他說 IMB案的主嫌啊 就是曾耀峰 他曾經請託過鄭文燦要來提拔 警戒的友人 那個時候剛好是警政組是要調動的時候 所以很多高階警官 當然是要請別人幫忙喬一下之類等等的 沒想到殊不知呢 他竟然喬到了誰 喬到了鄭文燦 聯合報說啊 曾耀峰曾經傳訊息給鄭文燦說 誒 這是我的好兄弟 很厲害啦 提拔一下啦 那鄭文燦那時候說 嗯 某某副局長 好 我先記了起來 好 這一層關係被揪之後 鄭文燦接受訪問說 他當然是否認這件事情嘛 他說不認識曾耀峰 沒有接受請託 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好 你是說不排除 那你就去告嘛 那你不告之前 國民黨先有動作了 這是新北市議員林國成 就在今天他到了北檢 去告發鄭文燦 你涉嫌藏匿通緝犯 而通緝犯是誰 就是曾耀峰 好 第二個要喊告的人是誰 是總統府的秘書長 這是林佳龍 他說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誒 奇怪 這關他什麼事情 原來他也被指涉出來了 他可能不承認嘛 我就不認識啊 那沒想到民眾黨的 立法委員陳婉慧呢 他就直接在他的臉書上面 把這個細節全部都寫了出來 而且還附了一張照片 他說 誒 你如果完全不認識 那你怎麼會在2020年的7月 兩人不僅把酒言歡 這林佳龍部長啊 還親自親筆的題字證書呢 證書在哪裡 就是這一張圖 有沒有 兩個人合照還拿一本書 而且上面還寫說啊 國偉兄亞政 帝家龍盡上 而且在繼續爆料 他說了你在2020的夏天 跟曾國偉 陳振坤等人 一群土地的開發商 你在高級的料亭 高級的料理店啊 日本料理店裡面 到底吃了什麼 談了什麼呢 好 那另外呢 連我們台鐵的土地 也被這個詐騙集團給滲入了嗎 這是陳婉慧他繼續的爆料下面 他說啊 其實宜蘭的這一塊地 這是原本是在台鐵下面 為什麼這一塊地 會變成詐騙集團來租用 甚至還把這個建物 蓋在他們上面 原來一切他都說是 陳歐破穿針引線 而且原因就是要讓曾耀鋒 參與台鐵的資產活化案件 好 台鐵又回應了 他說他的確是有租 但是租的地方租一年 他要幹嘛 他上面沒有建物 上面只有停車場 好 不過 你怎麼會租給一個 詐騙集團作為使用呢 未來台鐵可能要把 這事情講清楚 說明白 好 賢哥我來看了 其實這一次鄭文燦 包括林佳龍 他讓我會有種感覺 既視感 這不是跟陳歐破很像嗎 一開始說我不認識 然後證據出來之後 打臉打臉打臉 他們的下場會跟陳歐破一樣嗎 立法院上禮拜五通過排黑條款 當然要賀子黑金 黑金令人家討厭 可是一樣啊 白金也是一個問題啊 你複雜的政商關係 不就是白金關係嗎 也是讓人家討厭 讓一般民眾很討厭的 就是說你透過政治人物 或者說你商界的 透過一個政商關係去結合 取得特定利益的時候 這個叫所謂的白金關係 也是讓人家深惡痛絕啊 所以你看嘛 剛剛台鐵這個案子 你看那麼多人吃飯 台鐵局局長 副局長 還有土地開發之相關的 甚至政務委員在 政務顧問在裡面 那你這一餐飯 第一個 你有沒有依照聯能條款登記呢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 你在查看啊 過去我們依照聯能條款 包括所謂的我們檢警調檢察官 甚至連我們 包括台北市的局處首長喔 你隨便吃個飯的話 跟特定廠商吃飯的話 都要登記 我問一下 這場飯有沒有登記 Omasake 高級日本料理耶 台北市的Omasake 一般隨便便 兩千塊要吧 一克的啊 一克啊 你沒吃過嗎 Omasake 我請我太太吃過 我還真的沒吃過 還不便宜啦 日式的Omasake 日式的料理 不便宜啦 那問題 吃不是問題 一般人 省吃檢用也吃得到 問題吃的人那麼多人 而且都是有特定 特定政商關係 有沒有對價關係 你又查清楚嘛 對 那你相關的局處首長 局長 副局長 甚至政務務委員去吃飯的時候 你有沒有登記 沒登記的話 第一個你違反 違反那個聯能條款耶 那第二個 如果吃飯的話 包括土開的相關人 參與的話 那如果是跟這個川城集團 取得他宜蘭台鐵對面的土地的開發的話 那有沒有對價關係 檢調要不要查 這是一個喔 政商關係太過於複雜了 這個會往上延燒 第二個 林佳龍 佳龍秘書長跟這個曾國偉 宋書耶 宋書還提名國偉兄慧淳 一般人 我會隨便 主持人你會寫一本書送我 還會寫說民嫌凶慧淳 你在那裡有實在嗎 一定有交情嘛 一定有相關程度的交情 否則一般喔 可能我們遇到照片或簽書給人家 簽個名而已嘛 就簽自己的名字幾位幾號 最多就這樣子 他寫到國偉凶慧淳 那兩個人有實在 第一個所以 吃飯不當業餘有沒有對價關係 第二個林佳龍跟曾國偉之間的關係 這個要理清楚啊 所以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到成功或不合理 會向上延燒 民進黨不處理好就會受傷 韋傑哥你相信林佳龍這個說法嗎 他說沒有那麼熟啦 親個輸而已也還好啊 對我想政治人物 當然跟很多人的合照都難免了 第一個就是選舉場合嘛 我覺得選舉場合就在所難免 但是這些都是私下的餐會 那你說私下的餐會 就真的有到這麼不熟 我覺得確實我想 我們只能說 或許民進黨政府對於很多事情 不管剛剛民進黨議員提到的 你說這些到底 連人抬稿你有沒有符合 就如果你連這些 連該報都沒有報 你根本就已經是明目張膽的 在做這些 不管是喬土地 或是喬什麼那個事情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事件呢 現在我想大家都人人自為 我們還是可以回想 當時陳厚珀是怎麼說的 他也是講的很斬釘結底 我絕對沒有 就後面沒幾天他退選了 所以我認為不管現在是 林佳龍秘書長 或是我們鄭文燦副院長 他現在可能也是要人人自為 到底怎麼樣把這個說詞合理化 到底大家能不能接受 那我想不管怎麼樣 最後我們還是可以釐清說 賴清德主席一直高喊說 要把這個黑金做了一個 很好的一個排除跟調整 不管上個禮拜 我們通過這樣的一個法案 那目前整個民進黨 現在的一個態勢 該怎麼處理 我認為還是要給支持者 或是給我們民眾 一個很好的交代 我覺得裡面最關鍵的事情 是賴清德說掃黑金 沒想到一張同台照片 不得了了 你跟涉探的鄉長 還有合照是怎麼回事 對啊 那當然我想 我剛剛提到 當然如果你說選舉的長合 我們還是要理性看待 或許因為他還是民進黨的 這個支持者或從政黨員 他來了 或許也沒提醒他 那沒關係 那問題是 如果你這樣的一個要求 大家要信賴你 信賴賴清德 那你是也要用這樣的 高道德的標準來約束自己 或是約束你的競選團隊嘛 你不要到處罪他發出來說 你看你要跟他誰 又跟這個涉探鄉長同台 我想這個有些時候 會讓他認為你還是一個雙標 完全標準不一致 石棋姐 現在已經IMB燒進了民進黨高層 這一把火到底應該怎麼滅火 我覺得反貪反黑這件事情 如果標準能夠拉得更高 其實是台灣之福 對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討論說 也因此同樣的標準 是不是大家都一體適用 因為在合照被曝光 然後這個藍綠互相的攻防說 綠的有合照 藍的也有的時候 後來藍軍是說 合照沒有什麼問題 共謀才是問題 好 那所以現在要證明就是說 指控方必須要指出共謀的內容 那如果有能夠有獲得共謀的內容 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事情就一翻兩瞪眼 應該就去法案提告 好 那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比較多的是用一種 想像的空間說 喔 瓜田裡下喔 喔 你們有曾經吃飯喔 所以這種比較是用一種 創造出無限想像空間來作為影射 看起來沒有什麼實證的東西 好 那如果大家要把標準 拉得這麼高的話 我認為其實大家都 不管哪一 藍綠 白 應該都要遵守 譬如說那侯友宜作為一個總統的參選人 他是不是也應該對他指定的區長 實定區的 也應該要有一些態度上的表示 對 不要求你說你要跟他一起 你要幫他背書什麼 但是能不能有一些態度的表示 或者是說國民黨是不是也應該 對康有希金案 吳怡丁他爸被這個判刑這些事情 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些態度上的表示 那這些東西都是透過法律已經證明他涉攤 有的是被判刑 有的是交保等等的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我會覺得說 藍綠攻防其實應該都要基於在一個事實的基礎上面 而不要用這個用一些這種比較空泛的 打高空的純政治口水 我覺得那個其實對於台灣人民來說 並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至於你說這個東西會不會像這樣 我認為就如果你有實證共謀 我覺得那就一槍打死了 但是如果一直停留在同樣的層次 你看有送書有簽名 我有很多書上面都會寫我的名字說秦雅正 那所以這證明了什麼 就到底有沒有跟詐騙共謀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來 薛伯哥你是怎麼看這個案件 好 講這個怎麼看這個案件 我先打個廣告 陳婉慧是我們本黨的立委嘛 大家大部分不太認識他沒關係 民眾黨真的很愛置入 沒錯 因為他上任才五個月而已 我覺得他的戰績是已經搞掉了一個 陳忠燕發言人 已經搞掉了一個陳啟玉前中職位 民進黨兩個 接下來會不會有 我不知道 但我要先八卦一下 這個陳歐珀事件的時候 當時我還記得 這個出來之後他趕快說他退選啦 什麼假設不選的時候 然後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就說 欸 這晚會晚會 你的這個縣 怎麼現在好像國民黨的姐去開記者會了 他只悠悠的回我們一句 相信我的節奏 他的節奏來了 wow 這個其實後面他掌握得非常清楚 剛才177姐講說 他們又指涉得很清楚 人是實地物 我們來看一下嘛 人是在哪裡呢 就是這些台鐵的局長副局長 還有資產開發中心的副總經理 時間是在2020年的夏天 地點就在這個曾耀豐的豪宅裡面 喬什麼 喬這個 所謂的他們參與台鐵的資產活化案 等等 講得非常清楚 陳婉會講得很清楚 他也告訴你說 林佳龍或是台鐵 沒關係 你趕快來告 我沒有躲在立委的保護傘之下 我寫在臉書上的是 沒有言論免責權的 但是等到後面 等到不排除法律行動 不是 你趕快法律行動 拜託你趕快告 所以這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其實陳婉會委員 他掌握的線路 包括你剛才講到的 在高雄 在台南 在宜蘭 他都有線 他也很有把握 但是他不會輕易的對外透露 可是我們要講說 這個詐騙的事件 其實大家現在是民眾最痛恨的事情 現在我這邊就要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是誰 這個是回答的創辦人 黃仁勳 最近來台灣演講 最近很紅耶 今天還有演講 沒想到他居然還告訴大家 這個好康豆修博這樣子 告訴大家要怎麼賺錢是不是 不是 這原來是一個 假的 假的 他才剛來演講 這個詐騙集團馬上就跟上 所以現在大家覺得說 真的是 AI技術是弄假成真 但是詐騙集團是以假亂真 所以說 現在政府說要打炸打炸 我最近有看到一個說 這個月要通過一個說什麼 要花13億 做一個叫做 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1.500 雖然你可能聽不懂那個是什麼 對不對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花了13億 然後有一個口號叫 一和二清三減四面五步 可是我告訴你 七個 不到七個月前 去年七月不到一年之前 這個所謂的打炸行動綱領 才有1.0百 現在又出了1.500 多花了13億 但是基層的檢察官爆料說 只有行動綱領沒有施行要責 花了13億 所以打炸是打假的 還是這本身就是一個詐欺 好 我們再來談到的是 民進黨2025 這個非核家園真的能夠達成嗎 現在我可能說no no 因為現在在野黨炮轟之外 自家人賴清德 現在也鬆動了嗎 週一到週五晚真時點 請鎖定環宇地板轉